最近茶場倉庫拆開紙箱一包包真空茶葉 這些其實是大陸茶 卻刻意到越南西產地 減掉茶口6000箱茶葉 約107公噸市價1億7千萬 另外這款參加農會比賽 獲得二朵花頭銜的南投山林溪烏龍茶 其實是混沖越南茶 台灣茶和境外茶光從外觀根本難以分辨 這個進口茶的部分會是屬於 它的一個尾韻的部分會是 比較苦澀味 實際泡來忙喝 只有專業的才分得出差別 台灣茶口感柔順會回甘 入口後味道不中斷 境外茶尾韻不明較苦澀 但要證明茶葉產地光用喝的還不夠 主要是因為茶葉會吸收土壤中的元素 那我們知道元素它在自然界的環境下 它不會改變 然後它也不會消失 所以它是一個很穩定的成分組成 所以我們可以分析 不同地區的茶葉裡面的元素 那因為這個元素就代表它的生長的地理區 茶葉也有DNA鑑定方式 產地不同成本也不一樣 市場上常見的越南茶行情價約在150元上下 而國產高山茶大多在1000元以上 比賽茶更動輒上萬元 就是透過完整的標示 然後還有生產最速QR Code 或者是有機驗證 產銷履歷的方式 那它就不用擔心會買到 就是非台灣的茶葉 低價境外茶混沖台灣茶 賺暴利 檢方加強茶器 今年兩波專案行動 違法率已從23%降到18% 食藥署也從源頭管制境外茶進口 要讓消費者知道喝下肚的茶從哪裡來 TV主持人王健貴捷運期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